这次我们先接触一下MDC材料组件 Material Design Components 材料设计成分 这次在MDC专题视频讲解 Material Design是一个用于构建大胆美观的数字产品系统 通过在一致的原则和组件下统一样式品牌互动 产品团队可以发挥最大的设计能力 2014年谷歌大会推出了Material Design 这次我们修改这个AdTest 还有上次遗留下来的问题 在使用MDC之前支持库迁移到JPG 使用Android 10命名空间 使用Android 4.1或更高的版本不用试着Gradle 在Dependencies这边检查一下Material材料 如果没有需要手动添加 在这个监控号下面添加标签 输入监控号com.test 选择Text Input Layout 布局的宽度和高度选择Red Content包含内容 红色的波浪线提示需要水平和这个垂直的约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输入com.test 然后选择AdTest 输入斜杠监控号表示嵌套完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们需要添加图标 现在我们需要添加图标 添加Vector Asset 使量资产 点击这里更换图标 点击这里更换图标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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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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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